今天很难得请到花莲道香国小的邱文胜老师 来和我们分享 他有在新制图上有很多不同的教学上的应用 然后我今天早上也有把文胜老师的部落格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不耽搁时间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文胜老师来直接帮我们开始 请问一下蔡老师今天都是学生吗 都是老师 就是我们伊兰县自由班的八个老师 我以为是八个自由班的学生 不好意思 是是是 因为大家在那个 就是我们自由班会有一个在发展的课程 就是想说文胜老师可能在新制图上的使用上 有一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 所以说邀请您过来跟大家分享 好老师那我就不打扰 就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您了 好好 那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有安装Xmine吗 有的话请回答一 在讯息列上面 没有的话回答二 那我要因为今天会有一点点实作 好 好我知道了各位都还没安装 好那我把画面切过来了 好要麻烦各位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会用那个Xmine来做 做简单的练习 那个工具操作的部分会很简单 不会很难 但是还是要请大家下载安装一下 那如果你是用笔电或者是电脑的 请你到那个我的网站 好我等下把网址贴到讯息列 好我的网站的右手边 右手边这边有一个第二个连结 第二个连结有一个道效服务 新制图与Canva 这里请你点进来 好那这个连结是一直会在的 所以各位这边那个讲义不用急着下载 请各位先先把最后这一个Xmine8 update9 请各位先按右键 先把它下载回来安装 请各位先做这一个部分 把那个Xmine8 update9这个请你先下载回来安装 好那装好之后请你在讯息列上面输入1 那如果你是Chromebook的版本 那麻烦你到这一个网站 你用另外一套叫做Gitmine GIT 他是线上浏览器就可以用 那他也可以他也有那个APP 然后也可以有下载PC的版本 然后请你直接按立即体验 Gitmine 立即体验 然后登录那个Google或脸书账号就可以使用 你就先用线上版 操作差不多 操作差不多 按键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 那个没有下载的老师可以用这个版本 那我不知道他两个里面的档案有没有互通了 老师不好意思我插话一下 就是说那个在各位老师如果说Xmine没有办法安装的话 或者是你用手机或平板没有办法安装的话 在宜兰县的EIP里面有一个MyDomo 云端版 就跟刚刚那个文森老师讲的那个是很像 也就不用再找 你也不用再去申请账号 就可以直接使用 以上 好 那反正就是这种工具很多 你要 操作也非常的简单直觉 所以基本上大概你稍微摸一下 一分钟大概就会了 好 那就请老师们先准备一下环境 就是刚刚各位找到这里面的资料夹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ZIP档 这个ZIP档是我的 有一些新制图的范例 就是各种情境下使用的一些范例 这个下载回来之后你要解压说 然后它是Xmine的档案 所以你要安装Xmine才看得到 然后另外这边几个PDF 是我就是这一阵子的演讲 跟新制图有关的基础进阶跟 跟比较高阶的那个演讲的内容 这是可以直接开的 那这个部分就给各位参考 我待会如果有提到的话 我会再来说明 就是我的讲义 大部分现在都放在Canva上面 那如果你有需要那个实际的连结的话 我可以再给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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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再给大家看